維加深社會各界對國家和香港憲制基礎的形式 特區政府在國家憲法日 舉辦以憲法與國家安全為題的網上座談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支持時說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每個國家都有一步 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 保障國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要全面準確管制一國兩制 需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社會對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仍然是有不足 加上別有用心的人 故意扭曲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甚至將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 令到香港社會產生不少爭拗、矛盾、甚至對立 例如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決定從國家層面 定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並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納入附件三 在香港執行時 就被錯誤形容為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 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特區行政長官請求 從憲制層面處理特區立法會真空期和議員資格問題時 又會被誤滅為干預香港事務 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 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林鄭月娥說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國家憲法的根本宗旨 亦都是一國兩制不能觸碰的底線 自去年6月開始 香港社會經歷了不少挑戰 連串的暴力事件 加上外部勢力干預 不僅對香港的社會安全和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 亦都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按著《基本法》在香港特區頒布實施的 《香港國安法》 不僅為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提供堅實的基礎 亦都為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 創造新機遇、鑄入新動力 遺憾的是 過去香港以至國際社會 有一部分人士 對於《香港國安法》 全有一些誤解 甚至造成爭議 別有用心的人 亦都會趁機進行炒作 就此 我們在推動認識憲法 和《基本法》的同時 亦都必須加強 對於《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 嚴肅、認真地向公眾灌輸有關的知識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諾惠寧支持的時候就說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 是《基本法》立法依據 回歸以來 憲法和《基本法》得到有效實施 但是從一系列重大政治和法律爭議可以看到 香港有些人只是尊重原有法律制度的基本不變 而莫視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的根本改變 在近年香港出現亂象的思想根源 全社會必須深刻認識到 只有認同和遵從憲法 認同和尊重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才能破解近年來一國兩制事件 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 只有在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保障下 香港的高度自治才能得以實行 香港的法治精神才能得以程序 香港的繁榮穩定才能得以長期保持 諾惠寧說 國間安全是憲法保護的至高利益 是其他憲法制度 賴以實行的基礎和前提 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一國兩制 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去年發生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一度陷入社會動亂 市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面對巨大危險 一國兩制實踐 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為了進一步駐勞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地霸 香港國安法的許多規定還需要轉化為完善的制度機制 成為廣大市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 得到香港行政、執法、司法機關的切實之行 駱惠寧又說青少年是香港未來的希望 應該緊密結合中國近現代歷史 特別是香港百年屈辱史 深刻認識憲法形成和發展過程 也都應該緊密結合一國兩制實踐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臨的挑戰 深刻認識憲法是香港前途命運 和他們未來發展的根本保障 只要全社會設實尊崇 和有效實施憲法和基本法 一國兩制事業就能夠劈坡斬落 行穩自願